其实用到的机会非常 我想机会非常大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FOR跟WHILE 其实还有一个DOWHILE 总共会有三种的重复控制 那这个重复控制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些其实最重要是要熟练它 它一定如果FOR回圈的话 一定是FOR 然后一个小刮弧 中间一定是空白 其实是一般的话 会给它一个初始值 也许是一个假设是一个I好了 它初始值等于0 当然你要宣告I是一个INT好了 条件 假设你要1加到100好了 这应该蛮常遇到 那条件的话就是当什么 I怎么样呢 小于等于100的时候 它就进入回圈 OK所以这个中间一定要加分号 步进的话就是说 当I从 从0 1加到100 那步进的话就是说 那I要怎么样 就是累加 那一般的话是I加1嘛 换下一个加1 那I等于I加1的话 那你可以I等于I加1 不过一般没有人这样写 一定是写个什么 I加加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边中间加一个什么 也许就是把它累加 那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加种的变数 也许是一个SUM好了 然后呢 累加 SUM等于 加等于 就是把那个I给加进来 然后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加完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输出 所以特别注意 后回圈主要就是这个 这三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范例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不一定加到100 1加到100 也许我们可以写一个类似像这样子 请各位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请输入结束值 假如1加到200 各位可以啊 你就输入一个 那这个 因为假设我的结束值 丢到哪边 也许我这边结束值是丢到这里 追 那因为输入之后是一个字串 所以我把它转型成一个INT 那所以呢 我今天初值值是等于1嘛 当I小于等于 也许就200 的时候怎么样 然后就累加 累加累加累加 不过后面我这边是写成那个啦 如果是基数的话 就是加等于2 就是13579 OK 那请帮我全部加起来 那我全部要加起来的话 当这个回圈跑的时候 那SUM 加等于I 那SUM 加等于I 是一样就是什么 S就是SUM 等于SUM自己本身 再加上I OK 那我就把它全部加中起来 那输出啊 按确定之后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总共是1万 OK 但是这个地方呢 那你可以改了 这个地方可以改成什么 也许你如果累加是 就是没有基数的话 那你可以这边把它改成I等于 就是I++就可以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也许你们写一个啦 当然你也许初期 你可以不一定加一个Option Pen 你只要把它输出就可以 OK 就是1加到100 的一个那个回圈 那要怎么写 我想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也许第一个你可以先 new一个 这class 这class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SUM OK 那这个部分 因为已经有一个了 SUM2 然后你一样 把它打勾 按Finish 也许 那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也许 那输出在哪里 输出到哪里呢 其实你就直接输出到下面也可以 或者是跳出一个ShowMate Bus 都可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0 1加到100 那程式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 刚刚讲的这个SUM 那实际上呢 就是我增加一个什么 两个变数 一个是I 一个是SUM SUM 因为他要加雷加 所以我没有初始值 他好像强制 我一定要加初始值 有没有 这个好像刚刚是这样子 他会错误 不过Eclipse还蛮聪明的 他会什么Initialize 他会要你一定要给一个初始值 所以你就初始值给他一下 诶 这个错误就消失了 然后再来就是雷加雷加 他会一直帮你加 不过有的时候 回圈 他怎么跑的 其实按个按钮全部跑完了 就自动怎么把最后的加总 这个刚刚应该是加加 如果是单基数的话 那就加等于2 就是13579 有没有 他如果是1加到100 5050 但是如果你要是基数的话 那你就这边加等于2就可以了 那就变加就是那个 单数的部分 他是跳着13579 OK 那再来的话 也许我们是 假设基数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写法 加等于2 这种写法 那也就是这个 i等于i加2的意思 OK 所以那刚刚有提过 所以你把它执行过 他这个地方呢 就会只加基数的部分 等于是135 一直到99 加起来是250 那当然 除了用这种写法之外 你可以用第二种写法 用break 那break 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当他有某个条件产生的时候 强制跳离for回圈 因为我这边条件本来是到多少 小于等于200 可是呢 其实我只要到99 应该是 当i大于99的时候 他就跳离break 就跳离回圈 等于是多的这个叙述break 不过应该是99 99 那他执行起来 他会少执行一次 也不会 就是 所以他当他怎么样 如果他大于就是100 就break break break意思就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exist for 就是不要再往下了 本来应该是要到200 等于200 有没有 123 1到200才会跳离 可是如果说你当他要是大于99的时候 就break的话 break就是跳离 就是不要再往下跑了 就跳到这边来 输出的话 那就是用break的叙述 不过坦白讲 我其实比较少用 在if里面用个break 怪怪 你干脆上面 就改到100就好了吗 或者改99就好了吗 何必还要再一个break 但是有这种用法 有没有人用 也有人用 所以我们顺便讲一下 那但是 其实你会发现 这样子直接执行 对有些同学来说 是一个困扰 所以我顺便教各位一个 叫除错中断点 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你的程式停下来 慢慢跑 就是利用什么 中断点 那这个中断点 我想应该各位 如果写过程式应该都知道吧 可以让程式停下来 逐行执行 那其实很有帮助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变速 它怎么跑的 每一行每一行啊 你跑给我看 不然你一按 就全部就跑完了 到底细节如何 不知道 跑出来了 有错 错在哪里 不知道 那怎么办 教各位一个方法 在这个前面 有没有 行号的前面 加你要停下来的点点 再配合什么 这边有一只臭虫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反正你程式写不出来 或者是一直写有错误的话 这招还蛮管用的 而且不只是Java Android里面也是一样 有错 尤其你程式非常复杂 你怎么知道错在哪里 不知道 你就先射中断点 你希望停下来的位置 再配合这个 臭虫 对不对 按下它 它会跳出什么 你是不是要在Debug模式中开启 当然就是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从Java的设计模式 跳到Debug模式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只要射中断点 它就停在这里 那你怎么要让它继续往前跑 这边有一个什么 继续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一行执行过了 上这个变数就出现了 而且其实这边可不可以去更改它的值 可以 可以 就是有时候你要变动里面的值 这边也可以改 然后你要下一行的话 就是下一行 这个时候I就出现了 I等于1 然后你可以下一行 跳过去 上加了I就变成1了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说 原来它是跑到这边加起来往下 你就是往下跑 然后再来I等于3 有没有 因为加了2 变3 所以往下 你可以慢慢去看到细节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假如说OK了 那你大概主要是 Trace这里面 将来当然会有很多变数 你可以看 原来变数里面怎么去改变的 甚至有的时候 那个变数里面 是一个物件变数的时候 那更复杂 所以有时候从这边 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让它 假设你OK了 你就可以把它terminal掉 停止掉 然后再切回来Java OK 这个就是一个出错的流程 当然 你如果设中断点 但是没有执行这个凑重 它不会停下来 它会直接执行 但是执行凑重 它就会只要有中断点 它就会怎么样 跳这个画面 你yes 它就可以让你组航 组航的去跑 OK 那这边第一个 如果切回来记得先把它terminal 然后切Java的设计模式 OK 所以有break 另外还有一个continue 这个continue 其实坦白讲 我也很少用 那基本上 它什么时候会用 比如说我们一样 是i等于1到99 加加 可是我是要奇数 那奇数的话意思就是说 如果能够被二整除的 一定怎么 不是奇数 二除以二于多少 于0 那四除以二于多少 也是0 整除 所以这个的叙述是 当那个值除以二的时候 假如能够整除的意思 OK 意思知道吧 那后面有个continue的叙述 continue的意思是说 跳过它吧 应该懂那意思吧 所以continue在这里是 跳过底下的叙述 不要去执行下面那一行 OK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OK 所以那什么时候用到 真的我蛮少用的 OK 那大家有没有机会用 也有可能用 多一招总比少一招拿着好 OK 好那当然你也一样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怎么跳过 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射中断点 然后debug more 按确定 那其实它是怎么执行的 第一个也是 上现在0 那i如果等于1的话 它会不会跳加呢 你会发现跳到这一行 有它跳到这一行 那如果下一个 现在是i等于多少呢 再换下一行 i下等于2 它会不会进到这一行呢 其实你看哦 按执行 Continue 你会发现 它并没有跳那一行 所以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 跟你用讲的 就跳过去 但是你实在是太抽象了 那善用这个方法吧 这个方法非常好用 而且Eclipse 除了可以debug Java之外 像我在debug PHP 也有一个for PHP的 也有for C++的 反正debug的方法都一模一样 射中断点 因为有的时候像PHP 我问过很多人 很多人写PHP 都是用那个什么 用node配++ 我说那你怎么debug 他就是这样debug 我觉得很厉害 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尤其写物件 PHP里面也可以写物件 那他怎么debug 就这样debug 那这就麻烦了 尤其很复杂 那如果说你懂得debug的方法 反正你不用急 有错 没关系 我就是射中断点 我再来去check一下 我要看到那个变数 到底是否正确 run的是不是我要的东西 如果不是 那怎么办 马上做修改 再重跑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何必 所以有的时候写程式 是不需要说一直run 一直run 100次还是run 你就是什么 找到关键的地方 设个中断点 去check一下 你的变数 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那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主要 有三个范例 第一个是 原来的sum 1加到100 那请你把它也许练习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基数的 就是1加到99 我是把它改 本来加加变加等于2 第二个就是说呢 这边有个break 这个画面当然 在网路上也有 你们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是 改成continue 并且练习一下 射中断点 然后试试看这个凑重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就是 debug mode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我个人是觉得说 因为与其说 你一直不断在测试说 到底哪里错 倒不如你可以让程式停下来 再看一下 到底里面变数有没有 有没有错 大概其实答案就出来了